某些池袋找到五顆星可以進行重新灌入 進化成更強大的型態 我的洋妖已經五顆星了是不是 還能進化 升天轉世 好帥喔 捏鬧鬼 還是帶上我們的凱莉比較好 是你遇到困難的嗎 不要打架 你惹錯人了我剛進化 小心點 有一個巴掌可能就可以拍死你 好痛喔 怎麼有痛 這也可以舉起來吧 哎呀這好臂力 走路感覺變慢了一點 沒錯 好漂亮喔剩一個 UFO 還有UFO 別打了我只是想要找 找個石頭 吸乾捏 直接把AP吸乾捏 火土汽水四種元素 只要是和諧的就是被我吸乾 不和諧的呢就會讓我混亂 可以 可以 披風 鵝 跟 我們的蛇蛇都五顆星了耶 這顆石頭可以嗎 這什麼 冰拿鐵 哎呀拿到石頭了 我從整個小鎮的北邊走到南邊 終於找到顆石頭 洞窟耶 這邊怎麼有一個廚師機器人啊 找到了找到了在這兒 飛回去囉 好險好險 要不要打一下啊 看一下到底幾斤幾兩 陶大廚 吐吸怪物也會被抹毒 真的是很麻煩 哎 好險我把你咬掉 我覺得這個掉下去會有獎勵 沒錯 再生磁帶 錄製塑料吸怪物成功率非常高 兩個拳 拳頭狼 問題是我要怎麼上去 沒有辦法 等一下一定有路 一定有路 路是人走出來 來吧 合體 我們也可以喔 特等反駕全狼 我們也該融合一下了吧 咩鬧蛇 看起來很強耶 刀上有毒有料嗎 他六等應該沒辦法拿我怎樣吧 喔不對他很強 喔可能要用鉛筆了 怎麼又在其中一隻喔 欸回滿了回滿了 哇 哇 復仇打擊 欸很痛欸 不是他六級 欸我這樣打他 好痛喔 還不如用 欸好像撐不住欸 不要再打他了 完了分解了 這個狼有點猛 沒事我還有我還有 別囂張 別囂張 哇 哇分裂了 三隻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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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個音爆再一個音爆應該就結束了 這樣毒屬性很容易被抹毒欸 好虧阿 好虧阿 你要送我東西吧 恩 雌利 好的好的 太難打了吧 太難打了吧 呃 看不起我 不會吧 發生什麼事 還有一處 秋秋陣 有去過了 對大天使太過糟了 呃 所以我們的新敵人就是這個 多里安和他們那個小鎮 公社的入口 可以重新灌入了 這兩隻都可以了 龍拉兒子 龍拉兒子 看他太...翅膀太長了 再拖到地上 變成電屬性欸 欸我就知道喔 果然他進化就是這個化妝香尾蛇 這個 這個下巴超尖的這隻 我先去這個 左上方加入這個 尋庫圓好了 還蠻近的 這個好像不要用毒去打卡 喔 換一隻好了 看一下剛... 新的... 呃... 要怎樣 金屬能導電 從而增加閃電性攻擊狀況 我換對了 來... 看一下這個屬性... 倒極... 觸電了... 觸電了... 你又可以多一點行動點數 倒極... 欸... 假面兒師就什麼 感覺是我的進化型欸 兩隻兒子在那邊互打 帶電 空氣系目標往往承受閃電性攻擊 又受到更高傷害 剛剛那個暴龍就他召喚了欸 超帥 超帥 申請成為巡護員 申請申請 實習巡護員 和每一位隊長見面然後通過他們的試煉 哈哈哈 好像飲料奠基點 他們換免費咖啡 好的 我當然可以 AP新手包 可以貼在... 可以貼在... 他們貼紙上 貼在誰身上啊 讓他每回合就可以... 一開始就可以多一個了 那也好 誰說的... 我就不怕死 25級 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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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抱歉...不能跑 叫出第三隻了 不要多燒他... 痛喔... 怎麼還打得到... 噢... 打不贏...打不贏...打不贏... 喔...有機會...有機會... 他一開始就攻擊就好啦... 完了... 羊羊... 確實打不贏啊... 沒事... 沒事... 我光... 這一隻... 海鴨就可以再... 光這隻海鴨就可以再起舞很久... 沒事的... 失手... 欸...打不到就是打不到... 欸...好痛... 很...不妙... 行啊...這樣會死的... 喔...好險... 嘿... 我應該也可以再扛一下... 我覺得... 欸... 他怎麼扛不住了... 啊...輸掉了... NO... 真的打不贏... 呵呵... 回到醫院... 可以換耶... 那你不多換一個... 解毒技... 帶三個... 不會佔用回合... 我覺得就很好... 那都可以換... 清醒... 要... 公園地底下會傳來震動... 什麼又是這個慢跑的大爺... 給我任務... OK... 右上角... 對毒吸... 使用火吸燒傷... 他就是這遊戲... 特助的在這裡... 你的屬性可能會幫到對方... 好...這裡可以買...買東西啊... 金屬是拿來抽...抽卡...是不是... 必定還有一張罕見...或稀有... 汙染... 自然...隨便... 我們可以先抽個... 汙染看看... OMG...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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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成目錄... 是好像一個... 博士喔 XD 圖鑑博士 XD XD 在頭骨上的 利爪獠牙生物 好像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是那個蛇還是那個烏鴉 喔不錯 欸 我上來了 什麼黑科技啊 我在拿的時候我已經 有一半在上面了是不是 欸 等一下 這是我本來就上得來嗎 喔 不是耶 它有一個生法的感覺 我只要 我也不用拿箱子 我就站在邊邊 是嗎 欸 我剛剛怎麼做到了 還是要舉著箱子 我只要舉著箱子就可以二段跳 這什麼生法 太神奇了 這是在玩什麼 迷宮是嗎 瓦萊斯隊長找到了 在挑戰他嗎 來 十三級 我應該打得贏 看來第一個隊長是不夠看啦 放了一個塑料牆 喔呦呦呦 喔呦呦呦呦 哎呦兩下耶 誒群攻耶 這個 這個很強 這個很強 噢噢噢噢噢 進化型 我好像有小看他們了 他們很強誒 融合有用嗎 羊跟鳥 什麼很像一隻 很像火製機 很像閃電鳥跟火焰鳥的組合 剩下先用個群體攻擊 可是我覺得好像撐不下來了 噢噢 元素搶 好好用個鉛筆 四下 75 照理說我只要一直撐住就可以了 失手 哎呀水 等到你們這次了 給你們好看 好像還能打齁這兩個 打贏第一個隊長 但也是因為我們有等差耶 不然難打喔 一杯飲料 買了第一杯 獲得一個元素搶 加4%優先率 那我們今天磁帶怪獸第三集 就先玩到這邊囉 喜歡的朋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和喜歡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這款磁帶怪獸是怎樣的遊戲 大家反應熱烈的話 下一集呢很快就可以安排上 來個結尾Ending 以一重一重的冒險 費成了你我的遊戲魂 我是沙盧沙盧 那我們就下一集 這個磁帶怪獸再見啦 大家掰掰 拜拜